请合掌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地藏菩萨 本愿经洗讲 尊敬的主位同修 主位护法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继续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一次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体 上一次我们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 介绍呢 我们三二道里面最苦的 就是地狱 为什么呢 因为地藏菩萨的本愿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你讲一讲 用我们的智慧去思考 地狱有可能会空吗 是不可能的 众生能够度尽吗 那就更不可能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了 地藏菩萨 他的悲心 他的护念 他的关怀 他的那个服务的心态 对我们这个说火世界的众生 是非常非常的慈悲 所以我们佛门称为他是幽敏界的教主 大家一定要知道 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 那个地狱很苦 到处都是火 你想一想 无论在你哪一个地方 他都是火 而且这个火 他的高度有多高呢 是没办法去计算的 地藏王菩萨 怜念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 他也不愿意出来 你想一想 这种的慈悲 我们可以去 理解 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宁愿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个就是上一次 简单给大家介绍 地藏王菩萨 在这个佛门里面 称为他是 游民界的教主 所以 有人问 说地藏王菩萨 是从哪一个世界来的 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阿弥陀佛 在西方世界 要是如来 是东方世界 那地藏菩萨 是从哪一个世界来的 如果大家 留意的 去读地藏菩萨 本愿经 大家能够看得到 地藏菩萨 从哪一个世界过来的 从南方 南方世界 但是经典没有说 这个南方世界 是哪一个世界 是没有讲 所以 佛在讲 业障经里面的时候 讲要 开始要讲完了 地藏菩萨就来了 从哪里 从南方世界来的 所以这个教 简单给大家介绍 那我们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精神来学习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就老师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地藏菩萨的精神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来讲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那看到地藏王菩萨 这么慈悲 是不是我也要学地藏王菩萨 是不是要到第一去呢 不是 这个不是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因为有去无回 所以这个愿我们不能去的 也不能发 所以在这个地方 祖师大的告诉我们 你要先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 去学本领 去成就自己啊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呢 一切众生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够成佛的 你有这个能力了 你能够成就你自己了 赶快回来像地藏王菩萨那样 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啊 去度化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 所以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不要跟地藏菩萨发的愿都是一样 有去无回 所以啊 我们看下面 所以念佛的人一定要发这个愿 我们看下面 我们啊 要发这个愿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赶紧回来 你有本领了吗 你有能力了吗 我的能力已经记住了 我的能力已经圆满了 智慧圆满 福报圆满 财 种种的都已经圆满了 你有这个能力了 赶快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到十方世界 来帮助一切 来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这种的精神我们必须要学习 这个我们要赶快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要去做什么的呢 去学本领的啊 学能力啊 你在那边成就了 你很了不起了 已经成佛了 马上回来赶快来帮助众生 看到哪一个众生跟你有缘的 赶快帮助他 看到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在哪一道 五量节以来的你的父母在哪里 你都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 去看看你的家亲建属 跟你有缘的众生 赶快去帮助他们 跟你一样 通通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啊 在我们的佛教里面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所以啊 在我们佛门里面啊 很多我们这些祖师大德啊 都是学地藏王菩萨的那种精神 那比如说偶一大师 偶一大师是我们净土中的第几代祖师啊 我们净土中不是有第十三代 有十三代吗 偶一大师第几代的呢 偶一大师是第九代的 好像是第九代啊 那偶一大师呢 也是这样发愿 发愿什么呢 发愿将来我要往生西方净土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偶一大师对地藏王菩萨是非常非常的恭敬哦 而且参淡地藏王菩萨的精神啊 无可思议的啊 所以啊 他呢 发愿学地藏菩萨的本愿 到了西方净土的世界已经成就了 我赶快像地藏王菩萨那样 有这个能力回入十方地狱之中 回入恶道之中 去做什么呢 去帮助众生呢 这不容易哦 这么苦的地方大家都这样发愿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偶一大师来为我们视线 来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看什么呢 念佛不能没有基础啊 念佛不能没有孝敬啊 你孝敬没有 你的那个菩提心发不出来啊 那不仅仅是偶一大师哦 我们看下面 很多很多这些菩萨也是这样的 菩萨很多哦 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都是发什么愿呢 跟地藏菩萨的本愿一样 都是在发我们的本愿 那今天我们已经了解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跟我们的本愿都是一样的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因为啊 我们的自信哦 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本性啊 你的本性啊 是本有的 本有什么呢 本有地藏王菩萨 都是跟我们的自信都是相应的 地藏菩萨的本愿 我们也有啊 地藏菩萨的能力 我们也有啊 地藏菩萨的智慧 我们也有啊 其实我们都是跟地藏王菩萨相应的 我们那个自信 藏在在我们的内心 本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念佛是什么呢 我今天为了什么要念佛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今天念佛没有别的 就是为了普通一切众生 把你的慈悲啊 扩大到见虚空变法界 来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目的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去享受的 很多人说 哎呀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呀 思一得意 思死得死 也不用煮饭 也不用洗衣服 也不用去买菜 也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要动一个念头 哎什么都出来了 所以我在这个世界呢 活得很苦 天天活得什么 又怕有一天生病了 有病之苦 怕有一天老了 有老之苦 怕有一天将来有死之苦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到那边不是去享福的 也不是去享受的 去学什么呢 去学本领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生无常 你不要以为今天呢 不错 还有明年 还有后年 还有十年 还有二十年 告诉你们啊 无常 随时都会来临的 突然间明天呢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用这种精神来念佛呢 你说哪一个不成就的呢 各个都是成就的 用地藏菩萨这种的精神 我今天念佛都是为众生的 不是未享受的 不是未享受的 用这种菩提的心 慈悲的心 我们来为众生来一切做一切的福 哪来不往生的道理呢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主师大的告诉我们 这个愿是一切诸佛 一切菩萨 一成之愿 也是一切众生 自信本有的自愿 我们跟地藏王菩萨是一样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这个本来具有的 能够开显出来 有这个能力去利益一切众生 去服务一切众生 不要说一切众生 你能够来帮助你自己 做一个好样子的念佛人 给大家做一个好样子 给别人看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以身作者 所以很多事情呢 说实在的 我们是一定要好好来学习的 但是很可惜 本来是具有的 很可惜 我们看下面 很可惜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很可惜啊 你现在迷失了 他本来有啊 还找不到啊 我本来有跟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啊 为什么现在变成懒散了 变成懈怠了 看到一个众生这么难度 算了算了 不是我的事啊 你要剁地义是你的事 你要活的痛苦也是你的事 这个本宴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本宴 本来是有的 你现在为什么无法能够开显出来呢 所以这个本来是愿意的 现在变成什么 不大愿意了 本来愿意哦 变成什么 变成不愿意的 地藏王菩萨的本愿 到了我们这边 变成什么呢 变成本不愿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呢 有时候也变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尊敬的 这些统修大的 你想一想 本来是愿意的哦 本来是具有的哦 现在变成什么 本不愿了 不愿意去了 所以现在学佛啊 说的容易啊 有时候写起来啊 哎呀 很多障碍 所以啊 主师大的说啊 该怎么生死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了自己了 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的 只有我们自己能够 才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 哦 所以 我们的博士尽忠学位的同修们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啊 学佛是不能等的 念佛也不能等的 不要等到明天后天 要等到等再一个小时 或者等到下个星期 不能等的 啊 要活在当下 不要想到未来 未来啊 我们也没办法说准 过去都过去了 未来就是未来 所以活在当下 你能够把这个当价掌握了 你的未来就是好了 无论是怎么样的 你的未来都是好的 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好好了解 本来我们的本运是具有的 这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看下面 这一章啊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地藏经 学习地藏王菩萨 就是要借助这一次的学习的因缘 把我们这个障碍赶快扫除 把它化解 什么样的障碍 懈怠 懒散 所以赶快化解 所以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本愿 我们修学大成佛法的人 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出发心的人 我们现在是属于出发心 这个出发心很重要 出发心怎么学呢 要学地藏王菩萨 要认真努力修学 放下你的自私自利 去利益一切众生 要把你的明文立养 一切享受 供养奉献给一切众生 把你的福报有的 剩余的 我跟众生来分享 我的智慧 我的福报 我的财力 我的种种的这些 来供养给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所讲的地藏菩萨的本愿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来介绍 这个地藏菩萨 他的本愿是什么 那最后我们来介绍什么呢 经 这个经体嘛 经体都是地藏菩萨 本愿经 这个经是什么呢 必须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我们看下面 这个经啊 首先我们要明白 因为很多人 学佛的人啊 对这个经这个字啊 能说清楚的人 很少 以为我学佛都是诵经 学佛都是诵经 早上诵一部经 晚上诵一部经 有时候看一看 阿弥陀佛有没有看我这诵经 那诵经完之后 又跟阿弥陀佛报告 佛啊 今天我念佛结束了 诵经结束了 你要保佑我们 你要种种 认为学佛都是在诵经 不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误会 那经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经是什么 经啊 一般来讲啊 可以说啊 翻成中文啊 叫做教科书 教科书 老师要教学 要教学生啊 你没有教科书 行吗 就教科书 那什么意思呢 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一切的法 总共有八万四千的法门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总共有八万四千法门 这八万四千的法门啊 都称为什么 称为经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以后拿着经书 这个就是学佛 还不是 好 那我们看下面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称呼啊 是顺着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为什么呢 佛教啊 未传到中国之前呢 中国人对以古圣先贤的教诲 都称为什么 称为经 你又知道 比如说 儒家 儒家有十三 所谓的十三经 道家有老子 称为道德经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后来呢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人啊 对佛法又非常 非常的尊敬 所以同样的道理 也称为佛教的经典 称为什么呢 称为经 先给大家 先介绍 经这一个字的来历 为什么称为经 这个我们作为学佛的人 一定要明白 那我们来看 经这一个字的原意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因为这个是最后的 先把这个经题 作为一个简单 大致内容的讲解 介绍 经啊 它这个字的原意呢 它原本是泛语的 是古印度化 叫做什么呢 修多罗 修多罗 为什么修多罗呢 修多罗啊 他的本意啊 叫做什么 叫做现 现哦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为什么叫做现呢 因为啊 在佛陀的时代 过去哦 所讲的经 都是用什么来记载的呢 我们现在是用纸嘛 用电脑嘛 用这个硬帖嘛 种种的嘛 那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呢 所有的宗教的这些的经典 都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备业来写的 备业 树叶啊 那个树叶 写完之后呢 把这个啊 这个树叶啊 两边打一个洞 把它打洞 然后用这个绳子呢 把它穿起来 如果大家 可以去看一看 那个古书啊 都是用这样的 把它穿起来 所以称为修多罗 修多罗是范里 翻成中文叫做线 但是呢 但是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在中国啊 古代呢 对这个线 他不尊敬 他不尊敬哦 所以啊 把佛陀所讲的 这些的经典 称为经 所以你看我们佛教的 那后面呢 都会称为什么 称为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佛说阿弥陀经 金刚经 我们没有听说过 在我们佛教里面的经典 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线 没有 没有 在佛教里面金刚线 或者佛说阿弥陀线 没有 都是用金 金是一种代表 是什么 很尊重的 所以内容都是很宝贵的 都是很宝藏的 所以用这个字来代表 所讲的内容 所以经典是我们学佛 学习的课本 里面所记载的呢 第一个都是 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理 事实真相 像释迦牟尼佛说 2500年前 人有生老病死 这个就是事实真相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一个世界 叫做其乐世界 这个就是事实真相 里面内容都是讲这些 第二都是教我们 为人处事之道 教你要做人 做人的道理 你要成佛 你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首先先把人做好 为什么要把人做好 因为得人生不容易 你没有把人做好 你以后你想要得人生 然后得人生来世会更好 是不可能的 所以先把人做好 第三都是说明 善恶因果 引导我们怎么样来觉悟 内容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所以最后 我们看下面 所以今天不简单是念念而已 念过之后 要学习 要明了 又落实在生活中 这个叫做地藏菩萨 百愿经的经体 大致内容 都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今天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我们下面又开始为大家来介绍 经典里面的内容 这个经体 内容是什么 它的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看下面 这个经体 大意就是说 这一部经是讲解地藏菩萨的精神 地藏菩萨的精神就是什么呢 就是救度苦难的众生 红身寺院因此为主要内容 广泛引生 联系到一切法门的修学 都是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的代表 这个就是我们一切法门的基础 包括今天我们念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离不开这个法门的基础 所以一切经都是为地藏菩萨为中心 你没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基础 你是没办法成就的 所以最后主师大的告诉我们什么呢 真正学佛 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成就 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 也不能不认真学习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这个就是简单 作为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一部经的经体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 那下面我们会慢慢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地藏菩萨总共有多少呢 有十三品 十三品的内容 大概是讲什么呢 这个也会简单的为大家介绍 然后呢 第二步我们就进入了第一品 暴力天空神通品 第一 这个呢 什么时候来为大家介绍呢 我们下个星期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今天简单给大家说明 做一个圆满 把这个经体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希望大家要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今天能够闻 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典 说明我们有福报 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只要有宣讲地藏王菩萨 本愿经的 只要只要有宣讲的 读诵的 在一切处一切识 只要你真诚心 虔诚心 你都能够获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价值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好好努力 好好用功 老实念佛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岁岁平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下个星期见 阿弥陀佛 李谢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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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